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因为显卡具有图像处理能力 可以协助电脑CPU工作 提高整体的运行速度 但是从2014年开始 这个非常重要的电脑配件 在市场上的价格出现了疯涨 而且常常卖到断货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并不是因为显卡的供货渠道出了什么问题 而是因为显卡适合挖矿 遭到了矿工的疯抢 这里的挖矿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挖比特币 因为挖比特币的过程 依靠显卡GPU运算的速度 要远远高于使用计算机的处理器CPU 所以当比特币价格从问世以来 一路上涨的时候 同时也造成了显卡市场的疯狂 而这个疯狂的程度有多高呢 我们要知道 在比特币刚上市的时候 一美元可以获得1300个比特币 而在今天 一枚比特币的价格 已经突破了6000美元 比特币的价格涨幅 已经超过了78万倍 在比特币出现之后 德国 日本 加拿大 先后承认了比特币的货币或资产地位 但是中国 泰国 荷兰等国家 则对此保持一个保留态度 那为什么一种虚拟货币 在大国之间是完全不同的待遇 比特币究竟有什么特别的属性 让人们争问不休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分享的这一本 数字黄金 比特币显为人知的故事 所讲的内容 市场上也会有很多的书会谈到比特币 但是这些书里面的内容 大多数谈到的都是 包括区块链 大数据金融等专业内容 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这样的内容阅读起来 虽然说更权威 但是无疑也有了一定的难度 其实我们并不一定需要了解 非常专业的知识或者名词 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们只需要知道 什么是比特币 它是怎么一步一步发展到今天的 又是谁帮助了比特币 实现了价格的一飞冲天 了解这些 就够我们和别人谈论比特币了 这本书的作者 纳萨尼尔·波普尔 是纽约时报的一位优秀的财经记者 毕业于哈佛大学 他花了几年时间 通过大量的访谈和调研 才写出了这本书 主要讲的是 比特币从诞生之初 到2014年3月为止的发展 因为他是一个新闻记者 所以说这本书的可读性非常强 因为他更关心我们这些 没有专业知识背景的普通读者 是不是能够看懂这本书 而在这本书出版以后 西方的权威媒体和机构 比如说纽约时报 金融时报 麦肯锡这些金融机构 都对这本书大家赞赏 好 那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 那么下面 我们从三个方面来为大家详细讲述 这本书的内容 第一个就是 什么是比特币 第二 哪三个人推动了比特币的发展 第三 有三家公司在比特币发展史上 做出了重要推动 他们做了什么 从而使比特币价比黄金呢 好 我们就先来看看 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内容 什么是比特币 说起比特币的起源 这得追溯到上个世纪90年代 随着科技的发展 生活的数字化 人们开始觉得 政府能够知道的个人隐私太多了 自己觉得可以公开的个人信息 政府知道 自己不想公开的信息 政府还是知道 这个手势呢 也太长了吧 其中对个人隐私最大的威胁就是 政府掌控下的金融体系 人要生活 肯定的要钱 而钱的去向 政府一直看着 那么你的财政情况 政府自然是知道的一清二楚 所以对于政府保持怀疑态度的 网络朋克们 特别想制造一种 不受政府监管的货币 在这种日渐强烈的想法驱动下 拯救世界的程序员们 渐渐的探索出一些可行的技术理论 来支撑数字货币 这个抽象概念 简单说 就是利用公开密钥加密 和散列现金 两种数据运算方式 那什么是公开密钥加密呢 就是 让加密的信息 只能由特定的收件人解密 双重加密 双重保险 只有加密的信息 和收件人手里的密钥 通过一定的计算方式 对应起来了 信息才可以被读取 而现金在这个基础上 解决了电子文档的复制问题 通过逆向计算的方法 让其他人 没有办法由公开数据地址 倒推密钥 因此 数字货币一旦交割 就没有办法逆转 给出数字货币的人 也没有办法继续根据原来的数据 继续持有数字货币 简单的说 这两点 保证了数字货币的安全性 于是呢 在2008年 有一个叫中本聪的人 提出了一个叫 比特币的数字货币概念 解释了它的运行规则 简单来说呢 就是两个字 透明 通过所有参与者来确定 比特币的交割 和比特币的真伪 咱们打个比方 以比特币交易来说 小明要给小红100块钱 小明呢 告诉周围的同学 我要给小红100块钱 周围的同学呢 就起哄 就检查 说你钱包里 有没有这么多钱 让我们看看 小明呢 就翻开自己的钱包 给周围的同学说 你看 够吧 那周围的同学呢 再次起哄 小红啊 你那儿有多少钱啊 让我们看看呗 小红呢 也打开钱包 让同学们看 然后 小明把钱给了小红 周围的同学 再检查一次 小明和小红的钱包 就发现 好 小明确实给了小红100块钱 于是 周围的同学 把这个消息 窃窃私语的传给其他人 一传十 十传百 全校的同学都知道了 于是大家呢 都默默的在自己的小本本上记下 某年某月某日 小明给了小红100块钱 在比特币网络当中 只有多数电脑 记录了这次交易的有效性 这次交易才算成立 同样 只有多数电脑 验证了比特币 才能说明这个是真的 那这就防止了有人作弊 自己造出违避 当然 修改比特币原代码是可以的 中本聪 把原代码开放出来 增强比特币的透明度和可信度 但是 修改原代码 同样是要获得 多数电脑的许可 对于比特币的生成 中本聪同样设计了标准 距离第一枚比特币 生成的时间过去越久 整体参与比特币挖掘的电脑 运行速度越快 那么 比特币就越难获得 而比特币的上限是 2100万枚 产出了2100万枚之后 就不会再有新的比特币产生了 好 那从上面一部分的内容里面 我们介绍了比特币的来源 那么比特币又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 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方面 是哪些人推动了比特币的发展 我们谈到比特币啊 就要说到比特币的三个贵人 一个是发明了比特币 一个让比特币走进了大众视野 还有一个让比特币走进上流社会 他们是怎么一步一步的把一串数据 变成了价比黄金的数字货币的呢 比特币的第一个贵人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比特币的发明者中本聪 而他是一个神秘人物 所有人对他 都是只知道中本聪这个名字 其他的一无所知 2008年的时候 中本聪刚提出比特币的时候 没有多少人愿意信他 当时呢 只有一个人给了他肯定和鼓励 但是后来也是因为生病退出了 接下来 一个芬兰大学生 接替了退出者的工作 继续帮助中本聪 推动比特币的发展 中本聪说 哎呀我这个文笔不行 介绍不了比特币 你能不能帮帮我 于是这个大学生 写了一些关于比特币的介绍性材料 放在中本聪的比特币网站上 中本聪又说了 哎呀咱们这个比特币 是不是得有个样子呢 于是呢 这个大学生又设计出了比特币的标志 后来中本聪又提出 咱们是不是得把官方和非官方的言论分开 于是大学生又建立了 独立于网站的比特币论坛 到了2009年 第一笔比特币兑换 就是在这个论坛上完成的 有一个人用5.02美元 换了5050个比特币 这个时候一个比特币的价格呢 就是生成一个比特币耗费的电费 在2010年 又有人用了1万个比特币 换了两个披萨饼 到了2010年 中本聪觉得不行 这么温吞吞的 那得发展到什么时候 才能流行起来呢 于是前面我们说到的那个芬兰大学生 再次帮忙 他在世界级电脑发烧友的网站 斜杠点上发布了比特币计划 这下子可算是在他们那个小圈子火了 比特币的价格 一下子就起来了 那俗话说 程序员改变世界 光有笔杆子不行 机缘巧合的情况下 有一位程序员加入了中本聪的阵营 这个程序员对比特币的去中心化十分感兴趣 不仅帮中本聪改进了比特币源代码 还搞了一次比特币大赠送的活动 让更多人接触到比特币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 他在网络上使用自己的真实身份 中本聪觉得这个点很好 一个匿名的发明者 加上一个真实的推广者 说明比特币并不是一个阴谋 完美 中本聪觉得比特币已经发展得不错了 于是就在2010年的双十二那天 留下一则告别帖 彻底推出了网络世界 中本聪的离开留下了一连串的疑问 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中本聪到底是谁 那不管中本聪到底是谁 他作为比特币的发明者 和早期发展的主要推手 都在比特币的发展历史中 占据了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 他见证了第一笔比特币的兑换 并且发掘了后续为比特币 继续效力的一大批人才 通过各种方法 让更多人能够接触到比特币的概念 而比特币是具有价值的数据 这个是中本聪一早在设定比特币规则的时候 就设定好的内涵条件 那很快 比特币的第二个贵人出现了 他的名字叫罗杰维尔 他帮助比特币进入了大众的视野 那如果说2011年之前 比特币只是在一个特定圈子里面流行的东西 那么在进入2011年之后 情况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主流媒体开始介入 福布斯 时代周刊都发表了文章介绍比特币 在广播电台听到了比特币概念的罗杰维尔 一下子就激动起来 作为一个曾经怀有高尚政治理想 却被政府坑了的富二代 他对这种能够避开政府监控的货币相当有好感 他不仅在高速公路广告牌上 和电台广播节目里面 到处打比特币的广告 还大举买进比特币 推动比特币市场的发展 在2011年4月这一个月的时间里面 走到大众视野的比特币 价位从1美元左右 涨到了接近10美元 罗杰还投资了许多比特币初创企业 而这些企业后来都发展成了 第一批重量级比特币企业 富二代罗杰对于比特币的发展相当重要 他对比特币从始至终都特别支持 可以说是清尽心力 欧心力血 这也是他被称为比特币耶稣的原因 那我们之前提到过比特币有三个贵人 那第三个到底是谁呢 他就是出身阿根廷的硅谷成功企业家文赛斯 他是帮助比特币走进上流社会的人 文赛斯深深地了解阿根廷长期的通货膨胀 给人民带来的痛苦 所以十分看好比特币 他从2011年开始关注比特币 2012年1月就开始大量的买入 还拉了很多公司总裁加入了比特币阵营 2013年的3月 在一场科技巨头年度聚会上 文赛斯把比特币介绍给了许多硅谷大佬 一下子就让比特币迈进了上流社会 文赛斯尽心尽力地向他每一个认识的大佬 安利比特币 所以比特币摇身一变 从草民变成了新贵 文赛斯的极力推荐让硅谷开始重视比特币 直接间接地让专用于生产挖掘比特币芯片的公司 也开始走红 比特币开始走向集中化生产 这个时候 美国政府也发了一份公告 里面含糊地澄清了比特币的合法性 所以比特币的价位 一下子暴涨 加上欧洲经济危机 比特币在2013年3月底 一下子涨到了90美元 好了 刚才我们讲述了让比特币发展起来的三个重要人物 发明者中本聪 以及让比特币走进大众视野 被人们称为比特币耶稣的富二代 罗基维尔和让比特币被硅谷精英群体所接受的企业家 文赛斯 但是比特币的发展真的是只依靠这三个人吗 当然不是 这三个人虽然地位非常重要 但是比特币的发展离不开机构的推动 在这个过程当中牵涉到了哪些重要的公司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第三部分内容 是哪些公司帮助比特币飞速成长 你同样只要记住三个公司就可以了 在比特币活起来的同时 有两家公司也顺势而生 也是在比特币的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前两家 一家呢叫做MT Gox 它有一个很接地气的中文译名 叫门头沟 是一个比特币兑换网站 但是不久呢就转让给了一个住在日本的法国小伙 另一家公司叫思路 是一个匿名毒品交易网站 创始人叫做罗斯 是一个学历很高的美国年轻人 在这两家公司里面 门头沟是一个基础性的兑换网站 主要是在比特币和现实货币之间搭起了一个桥梁 而比特币价格开始走高 主要就是受了思路的影响 那些见不得光的买卖 现在都可以在网上用数字货币进行了 那你说能不让人想如飞飞吗 可以说思路和门头沟 很好地利用了人们对比特币匿名性的需求 并且刺激了这种需求 所以我认为他们是比特币发展前期的两家代表性企业 在比特币发展的前期 思路和门头沟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首先是思路 做匿名毒品交易生意的网站思路 很快是因为比特币引起了大量的关注 在一篇关于思路的深度报道发表以后 每天都有几千人注册成为会员 思路被挤得激进瘫痪 而这篇报道发表的三天内 比特币的价格也顺势突破了15美元 而这些又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关注 思路的创始人罗斯开始整天坠坠不安 毕竟他也知道自己干的不是什么正经事 于是他后来果断地关闭了新用户注册的功能 网站不再接受新用户 而门头沟也太上大事 2011年6月 黑客入侵了网站 造成了数千个比特币的损失 和用户名单的泄露 门头沟声誉大跌 网站的持有者也是一筹莫展 正在网站瀕临关闭 持有者绞尽脑汁想对策的时候 我们前面说过的 比特币耶稣罗杰像吉时宇一样出现了 为了保护自己的比特币理想 罗杰毅然决然地蹚了这个浑水 因为他知道 如果门头勾倒了 比特币也会活不下去 他还找来自己的朋友 一起来日本帮忙危机公关 包括修复bug 不过等到危机解除 网站重新开张 那比特币的声誉却是迟迟难以恢复 这个就是门头沟的第一次危机 与此同时 第三家重要的比特币公司也开始出现了 这家公司叫比特因斯坦 本质上相当于门头沟的二手贩子 比特因斯坦上 比特币的交易 是统一交给门头沟处理的 但是他正好赶上了 比特币前期发展的末班车 所以也成为比特币企业中 举足轻重的存在 事情可以从比特币的低潮期说起 那是在2011年的下半年到2012年 因为受到了上半年思路 还有门头沟的影响 比特币走入低潮期 然而纽约比特币大会 还是如期召开了 平时在网络上碰面的人们 在现实生活中碰面了 在这次大会上 比特币耶稣罗杰 结识了查理希人 这个人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第三家重要公司 比特因斯坦的创始人 罗杰一下子就投了12万美元进去 后来还推荐了别人 帮助比特因斯坦公司进行发展 事实也证明 比特因斯坦后来确实成为了 第一批比特币企业 兴起的里程碑 在这儿呢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罗杰确实不负他 比特币耶稣的称号 就比特币行业与危难之中 极力给比特币行业注入新鲜血液 哪对比特币有好处 罗杰就在哪帮忙 而在比特币飞速发展的阶段 这三家重要企业 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比特币的价格飙升 使得交易量骤然变大 但这个时候 门头沟对用户订单的归宿处理 跟不上比特币的涨幅 用户开始恐慌性的撤单 于是比特币开始大跳水 顺带把比特因斯坦也脱下了水 直到后来 门头沟的管理层向用户保证 使交易量过大 才导致比特币暴跌 才稳住了市场 这个是门头沟史上的第二次危机 然而乌漏偏逢连一语 没过多久 比特因斯坦网站也遭遇了重大危机 比特因斯坦的创始人 因为年轻 喜欢出风头 但是又缺乏管理经验 虽然整天沉醉在酒吧和女友中间 受到投资人的指责 但从来也没有吃过什么大亏 所以越加质得意满 甚至是有点忘乎所以 到了2013年7月 公司被查出 对比特币的违法用途知情不报 公司被关停 它本人也被拘留 那我们再来看看 刚才提到的思路 它暗地里 一直在做匿名毒品的生意 却发展的顺风顺水 连政府都看不下去了 下决心要铲除这个出售违法物品的网站 于是警察开始潜入思路 从2011年到2013年 联邦警察不断地追踪 思路上面的违法犯罪行为 甚至假扮成毒贩 引诱创始人罗斯上钩 而这个时候 罗斯在思路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当中 渐渐产生了一种奇异的使命感 他认为 他的所作所为 能够推进世界自由 而这个崇高的理想 让他甘愿付出一切 甚至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于是在两年里 他曾经好几次指使别人 谋杀有暴露思路倾向的人 他也幻想过自己被逮到的情形 但是他为了维护这个 他眼中的王国 从不考虑金喷洗手 甚至从一个单纯羞涩的少年 变成了一个冷酷的 视生命为无物的刽子手 他做事情十分严密谨慎 不过最终还是暴露了 那你可能想问了 那是警方利用了更高超的黑客技术啊 还是因为罗斯不小心暴露了真实的IP地址呢 都不是 是警方通过翻找2011年 比特币论坛的早期留言 发现了他的电子邮箱 顺藤摸瓜的逮捕了罗斯 所以说 若想人不知除非几摸为 智商再高 手段再缜密 只要做了 总会留下蛛丝马迹 2013年10月2号 罗斯被捕的消息公布 比特币只是在短暂的时间内跌了一下 又马上涨了回来 毕竟 今时不同往日 比特币企业比两年前可多多了 思路在当时的交易量 只占到所有比特币交易的4%而已 对于很多明白人来说 罗斯的被捕 对于比特币是个好消息 这样 比特币就不会受到非法交易的连累 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污点了 在门头沟发生第二次危机的时候 我们上面说到 把比特币带到上流阶层的贵人文赛斯 彻底看出了门头沟管理层的能力 认为门头沟不能担当比特币市场中的重任 他觉得自己不能再旁观下去了 于是重新创立了一个比特币公司 比特币耶稣罗杰呢 则开始相信 像门头沟这样的中心化的公司 是对比特币精神的违背 所以他开始把精力 放在以前投资的一个叫做 区块链的创业公司上 区块链和门头沟 以及比特银斯坦的区别在于 他只保管用户的密钥 而不直接保管比特币 这种非盈利性的商业模式 恰恰是罗杰看中的 罗杰向来看中比特币的精神 而不是从比特币上面赚钱 由于阿根廷国内大幅度的通货膨胀 一直在发生 所以阿根廷对于比特币 十分的狂热 也催生出了很多交易需求 尽管阿根廷政府极力干预比特币的兑换 但是区块链不直接保管比特币的运营模式 让阿根廷政府没有借口插手干预 因此区块链声名大振 正如文赛斯所聊 2014年门头沟第三次 也是最后一次遭遇了重大危机 又是因为高管的疏忽 价值4亿的比特币被偷走 那这次门头沟不得不宣布倒闭 一时间市场反应强烈 主要的比特币公司 甚至开始为了比特币的取缔做准备 不过人们对于这个事情 大多怪罪的都是门头沟本身 而不是比特币 到了这个地步 比特币发展前期 三家重要企业就全部讲完了 思路的覆灭是可以预见的 因为它本身就是犯罪的毒窝 然而后两家公司 确实是毁在了个人因素上 尤其是门头沟 本来有一手好牌 却生生的被自己老板打得稀烂 从它第一次危机就可以看出来 它的拥有者的个人能力不足 还喜欢大包大揽 这样的后果就是三番两次的出现危机 直到这个比特币行业的巨头 被最后一次大危机彻底打倒 那书里的故事呢 就到2014年为止 但是比特币的发展还在继续 各种比特币大会还在召开 硅谷精英和网络朋克 对比特币的看法并不一致 比特币最后的归宿又将如何 大家都在等待 最后再给大家总结一下 这本书的内容 只要记住三个人和三个公司就可以了 三个人是中本聪 罗杰和文赛斯 中本聪发明了比特币 比特币耶稣罗杰 让大众接触到了比特币 而硅谷商人 文赛斯把比特币打入硅谷精英的圈子 而三个公司 分别是门头沟 斯路和比特银斯坦 这本书中的故事 主要就是以这三个人 和三个公司进行展开的 说句题外话 因为这本书只写到了2014年 对于我们来说 关于比特币的状态 我们知道的已经比作者写得多了 比如说中本聪的真实身份 比如比特币 如今发展如何 这些我们都可以通过近期的新闻 有一些了解 比特币在美国和中国 相继遭到监管重压 挖矿却一刻不停地在进行 比特币一直饱受争议 直到此时此刻也是这样 没有一个解释能让所有人满意 而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 他系统地描述了比特币从小变大 犹弱变强的过程 参与其中的人物都是真实的 事件也是真实的 除了比特币的故事本身 能从书中得到一些经验教训 也是好的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恭喜你 又听完那本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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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